东令进步姜母鸭大受欢迎 有民众上网发文询问说 为什么很多姜母鸭的餐厅桌椅都设计的特别矮呢 带您一起来看看 天气易冷 许多民众纷纷来吃姜母鸭暖胃 不过仔细一看 很多姜母鸭餐厅的桌椅都很矮 甚至有些椅子只有大约30公分高 民众坐在上头吃饭 整个人都锁在一团 就有民众在网络上发文询问 为什么姜母鸭餐厅的桌椅都那么矮呢 天文曝光吸引超过百万人浏览 有网友猜测是为了方便工作人员搬炉子 避免打翻造成烫伤 还有人说坐低一点会压到位 容易造成饱足感 更有人猜坐起来不舒服 就可以拼帆桌绿 就早期他们都是烧那个碳 安全吧 高度刚好 含有来这样那个温度刚好可以渠入 矮桌设计引发猜猜乐 有没有游来业者这样说 以前的房子它是属于比较矮房 那以前的人他们的桌椅都是比较矮的 那有一种那种亲朋好友一起来坐 大家聚在一起吃个饭聊天 古早味的那种感觉 原来桌椅会设计这么矮 是为了营造复古氛围与亲切感 重现早期团聚氛围 虽然姜母鸭餐厅的桌椅 不是每个人都爱做 不过特殊设计 似乎也意外成为姜母鸭店自己的特色 记得了医生科长号高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